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岛本轮紧张局势事出有因 美方之前在半岛周边打搞军演 出动战略武器带来的消极影响有目共睹 希望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停止施压对抗 尤其是美方应早日拿出实际行动 回应朝方的合理关切 尽快为缓和紧张重启对话创造条件 两年多来 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民众大声疾呼 要求日本政府搁置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令人遗憾的是 日方完全无视国际社会关切 无视自己承担的相关国际义务 在为救核污染水净化装置可靠性 环境影响不确定性等 做出可信说明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未得出评估结论的情况下 一意孤行推进核污染水排海方案 这完全不是一个负责任国家所为 与国际社会的期待相去甚远 中方再次敦促 日方正视国际社会关切 负起应尽的国际责任 认真履行国际义务 切实以科学 公开 透明 安全的方式 处置核污染水 中方高度关注有关报道 将密切关注形势发展 今年来 日方反复炒作中国威胁 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 和专守防卫承诺 大幅增加防卫支出 发展进攻性武器 谋求获得对敌打击能力 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这向本地区国家乃至世界 传递出一个危险信号 即日本企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 国际社会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我们强烈敦促日本政府 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切实尊重亚洲邻国安全关切 坚持专守防卫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军事安全领域 慎重行事 沙尘天窃再次说明 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 科学推进荒漠化综合治理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 是一项兼具长期的任务 需要持之以恒 做出不懈努力 中国的荒漠化防治 大气污染治理成效 不仅汇集本国公民 同时也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 空气质量改善 做出积极贡献 我国每年向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提供志愿性捐款 以实际行动支持 荒漠化公约秘书处 牵头开展的 全球沙尘原地制度项目 同时加大东北亚区域合作 积极推进 《沙尘暴》信息共享 交流防杀做法 经验与技术 未来中国仍将在做好 自身荒漠化治理的基础上 力所能及为全球 《沙尘暴》预防与治理 做出贡献 中方欢迎并赞赏 沙特阿曼等地区国家 为缓和野门局势 实现永久停火所做的努力 支持野门问题有关各方 通过对话协商 实现野门问题政治解决 中方愿继续为推动 政治解决野门问题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方对叙利亚 同其他阿拉伯国家 改善关系表示欢迎 支持叙利亚 早日重返阿拉伯大家体 这有利于阿拉伯国家 实现团结振兴 有利于地区国家 增强战略自主 有利于促进地区 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方愿继续为帮助 阿拉伯国家实现大团结 发挥积极作用 中德务势合作 建立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上 互利互惠共赢 德方对中远集团收购 汉堡港码头的来龙去脉 心知肚明 希望德方不要将正常的商业合作 犯政治化 犯意识形态化 犯安全化 人为设置障碍 我们再次敦促德方 客观理性地看待两国务实合作 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 非歧视性的营偿环境 一段时间以来 反华势力炮制散播了太多 针对中国的谎言 谣言和虚假信息 严重误导和蒙蔽有关国家民众 我们希望相关国家民众 能够擦亮眼睛 明辨是非 基于事实 做出独立的判断 优优独立的判断